线上扫墓就OK,是废除扫墓节改成试驾的时候到了 去 线上扫墓人数暴增,去年是前年三倍,今年是去年四倍过去十倍 既然网络就可追思,想到坟墓或零古塔前的人自己去不就得了,还要弄个假期扫墓做啥 事实上,大家利用扫墓节去玩不比真的去目前拔草的比例低吧 真心想念是去的亲朋好友,也未必要挑哪一天才去,不是吗? 2Pixabay 扫墓是所谓的慎中追远,如果说台湾是所谓的南岛民族 有谁去南太平洋扫墓吗?或是有哪个汉人家庭祭拜原著名祖先? 何况,现在还有所谓嫁掰的男女平权,说什么媳妇要回娘家去扫什么的 但其实儿子媳妇都跑出去玩了,谁要扫啊,只有老的比较在意啦 再说了,未来少子化,很多人绝子绝孙,谁扫墓?说不定连追思的人都没半个 其实,扫墓不扫墓没什么大逆不道的,要麻生前好好对待,管他去死后弄个轰轰烈烈的葬礼 然后每年假惺惺扫墓,难道是要赎罪与减轻罪恶感吗? Blackjack 2021年4月22日 相关连结 线上扫墓人数暴增长被难接受,年轻人避开扫墓轻有敏感话题 清明扫墓形态改变新北线上追思人数增三倍